開始PK 白色恐怖228 殺了台灣人 這都3萬件吧 不是這樣嗎 所以2016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了 都是以稅的案子 以稅的成千萬件不講 促轉位置要促進轉型正義 是要把過去的錯誤扭轉過來 只因為他一件東廠未稅 就把他打成 就可以人家害者考之夭夭嗎 這樣子對他 你們是從1975年8月15開始 1975年8月15開始 我們的土地去給日本掌聲 同樣那一年就好了 那要轉型正義嗎 去給日本掌聲 那要轉型正義嗎 日本掌聲有跟你交代嗎 不要說話 維安婦的阿嬤就沒有交代了 維安婦跟你說 叫他本行掌聲這都同意 但是這你要找周朵總統 因為是周總統說他得保安 周總統放棄對日本行的基礎 5塊50的還沒有 10塊5塊1塊1塊2塊2塊2塊 現在這個黑面的就對了 黑面的 黑面的 這些黑面的都沒有 這些黑面的都沒有 有點大挑⑤ 你怎麼ำ少這裡 沒有 比手要比那裡蓬試比較好 你現在聽到 不是掌用一千塊 只有改家而已 改家就要200多億 包括他也沒有 蔡元你相信嗎 不是 改家也有200多億 你聽我說 世間我們不要因人肺炎 我也一部分要同意 這100 十塊的至五塊 有種很少的 沒關係 你可以印新的再開一個新墨 平庸 另外新墨有10塊 要印後面 沒關係 很專業沒有這個意思 沒關係 我是比一個 不然要印刷他們 對台灣有說 整個印嗎印救 沒關係 你只要有身份 你推 像你說的 每一年印多少出來 最要猜的 9年投胎 不用就寒10年15年 到月子連人民 像你說的 很重要的政議要轉型 他拿到這個 中間這個10塊錢 就給他賺錢 不如說這樣 不如說 不如說龍介說 你等一下再看 我想說這個選舉 那個選舉 我剛才說 來看 那是做選舉 那已經是這兩個 裡面的選 這要去台灣的選舉歷數 過去 古時我們有說 紫約孟約 孔子說孟子說 這場選舉以後 就有韓約 謝約 韓國瑜說 謝龍介說 這已經變成 我們台灣選舉史上的一種傳奇 這一次的選舉 你又要發揮你芙蓉王的功力 不 我來分析說 那個是黑色幽默 我來分析說 為什麼這一次這個選舉 高雄選舉這麼受矚目 第一點就是說 因為在高雄在地選民 本來一開始就認定 高雄市長就是陳其邁了 就是他當選 論資歷 論過去貢獻 論高雄市政琢磨之多 研究之深 大家認為陳其邁是最適合的 所以當大家認為就是他的時候 所以對他的支持 覺得理所當然 第二個是半路殺出一個陳曉金 韓國瑜 而韓國瑜他從0分 當然拚到60分 任何的考試都是這樣 當一個壞學生 本來考0分5分的 你看他長足好像進不到60分 當然大家會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震盪的幅度那麼大 所以社會的關注力當然就高 加上戲劇性 這個戲劇效果 尤其是由謝龍介議員 那麼謝公約 他下去講了這麼多 當然就增加這個戲劇性 比方說他的戲劇性 他說這個現在開始搖轉 說這個可能有什麼槍擊 或者什麼會對韓國瑜不利的部分 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以我們台灣治安之號 台灣人民性之善良純樸 我認為當選有問題 安全沒問題 每個候選人當選有問題 世界你現在對我們的治安 這麼有信心嗎 對 非常有信心 我認為安全沒問題 阿扁跟連新聞怎麼用怕 當時連勝文要問你們 連勝文問你們 阿扁要問你們 阿扁已經有非常清楚的報告出來 他對於台灣主權的捍衛的維護 激起另外右派的人 對他的評論 天命中衝為安那些鹹筆 都會去我們打到成功 我說這個戲劇性高就是說 你說台灣的治安很好 我就說這個戲劇性之高就是說 因為像謝功這樣琢磨之聲 還有韓國瑜個人 天功客套 韓國瑜個人確實戲劇性有很好 因為韓國瑜口才很好 爆發力很強 他那種天馬行空的 這種天橋縮書的 談論 示證的方式 如果韓國瑜的公約對你不得 如果我這樣看對你不得 你現在還要四秒 破千斤 你最近要這四十條 如果我北韓跟韓國瑜會比 韓國瑜比較不會比 你知道嗎 他聽我四個說對我的 黑的說對白的 起死回生 哪一件可不可以舉例一下 很多 譬如說 你去看他 我在質詢他的時候 其實他很多講不清楚的 但是你看 就被做成說 我跟他對戰 然後我們都在吵架在動嘴 其實我跟他是在講到你 你這裡有講話 我看一看 全台面上 剛才只輸王子的間 你告訴我 你實在有夠厲害 輕倍 乾杯 然後這一場的 這一場我也好看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其他縣市平淡無奇 都大概已經勝負也差不多 然後其他縣市的候選人 大家也都是很溫和 溫溫的那樣子選 所以這一場戲劇性特別高 也受到社會特別的關注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國民黨不要再去 就藉著韓流之變 整個黨要起死回生 就勢力要復辟 要拉著韓流的尾巴 我覺得這反而是害了韓國瑜 韓國瑜確實他有一些故事 他人生的起伏 他確實很多領悟 他也潛心向佛了 不過我認為第一點 韓國瑜這一些領悟 他個人的故事 我認為還不足以成就 為一位大高雄市長 我認為他如果真的對高雄這麼有心 我認為他還要再沉浸幾年 在高雄再多經營幾年 下一回他還有機會再來參選 我認為下一回他是真的是 十足的具有挑戰性 第二點就是說 國民黨因為一直要拉著韓流 你看我上次就舉例 我就想說韓國瑜 就像一個歌星紅了 爸爸媽媽就搶得出來 當他經紀人 咳咳咳咳要來當他司機 當他保鏢 姐姐妹妹就要當他合一 現在就是 國民黨 大老 中老 小老 這些爸爸媽媽要當他經紀人 叫他說 你這麼成功了 你姐姐妹妹 你不用拉他一把嗎 所以他必須去雲林 必須去彰化 救他的姐姐妹妹 他必須去桃園 你們刷英文 必須到台北 哥哥弟弟 他也必須幫一下 所以你看 你們幫他 他就要去桃園 陳曲 蔡英文本身沒選 他的合修團 陳曲本身沒選 陳曲早就要交棒 他來承先啟後 有什麼不對 你認家 你台中算到七到八千 不是走來嫁人合體 還減會跟做算 他也是問導遊 他也是輸了好朋友 不是一樣 這叫做烈情 我不是一樣去換官司選 韓國魯的心想是完全不一樣 你叫拌皮就斷在大 白人叫拌皮就說人家在斷 沒有 沒有 我也不說你斷在斷 我只是說過期就斷 要怎麼收得好 這個你過度去扭曲 或者抹滅了 謝長廷 陳曲他們當時的貢獻 這基本上就違背在地人的認知跟感情 如果你的邏輯成立 陳吉麥的廠 為什麼那麼多自動自發 在地高雄都出來 你可以感受這種憤怒 你就對我們高雄不瞭解 你是台南人 來 我現在 所以你就是來 你現在說你高雄 把選舉令人疯狂 台南跟高雄我告訴你 所以說你無所不在 高雄 你也是基隆 你也是高雄 高雄很簡單 水建設是對五燈儀 五燈儀進行 還有幾個雄金屋 幾個庫水建 幾個市長在那裡 你們都不能說 我剛才吃中庭 我講給你聽 高雄是一個外來的 三次的雍路 高雄在地人沒有很多 最早是乘給人去乘坐 來台南 乘給東雄會 台南東雄會 中華東雄會 加義東雄會 國關這些人下去 除了北漂的 來到台北關 生活以外 來台北市賺錢 大大在台北關 比較小 高雄一樣 你也不記得 韓國路沒有在高雄 留一地關 這樣要來 五燈儀也不是高雄人 吃中庭也不是高雄人 東雄也不是高雄人 我再跟你說 東雞麥也不是高雄人 他六甲人 我們台南 六甲人 去到那裡高雄人 給你聽說 這裡 在基山 有人說 放在他腦袋 我說過 雄柚幾乳幾乎 阿柚翻博幾乎 天下無不死的父母 哪有孝酸人 叫老闆不要來騎台 有人看到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有人 你來騎 當時不要叫他們爸爸 不能來 有人說這樣 來 有人看到 他們爸爸在現場 你說到齊山那場 趙師會場 來 還有便宗沒有 來 這就是 他們爸爸 最好留在武台商 的商品 我在這裡公開說 不要這樣 雙巨 不再雙巨 傳統的勵狗 人家說 人家 如果沒有友好 別有就對了 一個人 如果沒有對的事大人 如果沒有友好 這個孩子如果是不好 就沒有在我們做朋友 做人出事都一樣 人家說 一丁臨 就是中心好主 如果我們兩項巨 就是獨書到經典 這在我們的不聽窗台 在教教師生就是這樣 哪有說對老闆這樣 所以現在大家來倒槌 倒槌 賣爸爸 找到了 我三十塊幾次 應該第二項做生 他怎麼會去 因為他太關心 就大家吹到 雙邊勢來 撲起來我的FV 我一個人送你十塊幾次 不要這樣 不要雙巨 雙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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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巨巨 雙巨 他有什麼事 那是他父親的事 雙巨巨 雙巨巨 政筆到這時候 對他財客 學運一直到他五年 一當時學運 你給我做 一當時學運 你對雙巨巨 基本上沒有 一當時學運 你去看他的FV 看他的參與過程 我要跟你說 如果那個學運的人出來說 就比較笑 一當時學運 雙巨巨巨 雙巨巨巨 政筆到高雄 你不潛入 一當時學運 這大家都可以去找 他不合的時候 你對我跟我說 他反應 你不能跟他走 你不能為到生氣 跟人家的人 整個 添寒告如人家 添寒告如人家 人家在做什麼 人家在家 人家在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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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根也沒說 你不說 我一根也沒說 你不說我給你輕重 如果小的間 這點分寸做得不錯 不要 我們是給你大家提醒 我們董的也沒感覺 你整個頂 沒有 你不是 我告訴你 就你們一句話 對不對 去網路看看 看你們是怎麼看 不是 我也沒說他怎樣 我沒有說他怎樣 我是說大家到處 老闆 關心 竟然是應該 阿兵的你看看 人家在庭上 成立他煩債去 他也很關心 你怎麼可以說 丹地中 沒有 你說 韓國路來 就怎麼用他們 貴族 那絕對 如果他說 他們沒有一間 好好在那裡做就對了 就是貴族 如果這更嚴重 如果這是嚴重百倍 為什麼去忙 因為大家高雄人會怕 擔心 為什麼單局 從頭到尾就不會 不停擔機 為什麼一定要讓 洛西方選 我也幫你報告 今天洛西方選 寒流咬不起來 我坦白說 你去高雄問民進黨參選人 問民進黨議員 看他們是不是這種看法 我們很清楚 所以今天做事大家在評論 還會說什麼 算一算參與自己的老婆 有的不用人就對了 這樣不用最算 我感覺 算這樣也沒意思 算一句算到大家 沒有人心 沒有感情 也沒意思 小燕 跟批評人家庭 這本身 這不是為了選舉 選舉四年一次 我們為人處處一四人 他爸爸如果有什麼好的肉 這人他爸爸的事 跟黨紀錄一點點就不一樣 黨紀錄人是不是好處 這最少人 你的人很清楚 這我慶頂你的論點 他對他爸爸 他真準好多 你說韓國瑜 國民黨委員的家庭出來 這如果夠責了 全沒再去 我當時說 黨紀錄是讓你家庭出來 我當時說他是 我沒有去說韓國瑜這樣 你去看 看你是不是這樣培評韓國瑜 跟高雄的韓國瑜 跟高雄的韓國 我們民進黨跟高雄的說 我們高雄 台灣就去賣掉了 看有沒有 我跟我們民進黨 培評韓國瑜的 就是第一點 他準備不夠 他對高雄之後 高雄的鑑定 高雄的列數 包括高雄的建設 市政 他沒有充分的水平 他是臨時報復 我接受 我們南部人覺得他準備有夠 他帶給南部人 尤其這些賺這些勒寒 車腳勒寒 這些團員 這些農民 大家覺得他帶給我們一家民眾的陰謀 教聖的民眾救別人 是 我就說他就 韓國瑜在演講場 好像那個宗教 好像佈道大會 我看到他 有人這樣摸 你們就要叫我兩三個 替光頭去 跟我叫人摸 好像師傅出場 好像妙禪 這是妙禪 我們大家 冷靜一點點 韓國瑜有一個特點 韓國瑜是從嘴巴先生出來 他是一個口才各外反應 你旁邊有一位醫生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 所以我主張說你們 台灣會說的 對於嘴情生出來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多麼 所以為什麼要學母語就是這樣 你要學母語 要了解我們台語 這可愛巧妙的地方 對於嘴情生出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就是形容他口才之好 反應之快 所以我兩個字形容 韓國瑜那些講話 就是誘敵 誘敵 他故意講這些 看似輕挑的話 他知道我們民進黨 很多血性的 不會 血氣剛剛的女子 個性比較方剛的 你像邱憶寅 他就是非常 你看他的問題 你說他踩中了陷阱的意思嗎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是具體建議 我們邱憶寅委員 因為他其他各方面的表現 他在立法院表現都很好 我是建議他這件事情 打落牙 禍血吞 就是說選舉我們要比 像這麼高格調的高雄市的選戰 這麼大型的 我認為比的是一個高度 高度 就是說 雖然韓國瑜講這個話 是輕挑 但是我們要比他更高的高度 我比較訝異的是說 奇怪 剛剛大家在說 韓國瑜講這些話 說他是韓式幽默 韓式幽默就可以 聽了覺得不舒服的女性 稍微反擊一下就不行 像很多人聽了不舒服 像血性方剛的 我們的邱憶寅 聽了就是覺得不舒服 如果邱憶寅不舒服 他可以直接批評韓國瑜的說法 就是說他覺得他這樣講 非常不適當非常不好 他就是批評的 但是他衍生了 因為韓國瑜沒有說 要和人家的老婆睡一晚 這是他增加的 不是 他沒有增加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一開始的原意講這個 就不對了 很輕挑 就像韓國瑜講的一個賭場 韓國瑜的原意 確實是認為說 自由經濟區 他確實是想引進賭場 我覺得韓國瑜的原意是怎樣 他不必事後再掩飾 其實賭場要經過社會討論 當然 我們各黨都認為說 這個是要經過長期 很嚴肅的社會討論 可是韓國瑜你確實這麼說了 有多數民眾反對賭場 可是不可否認 可能也有三四成的民眾是支持 你這麼講了 你就要對你講過的話 勇敢負責 你就是你的原意是什麼 原意是什麼 他的原意當時他確實有 賭場的那個意思 他有說要來提出討論 所以我還是認為這樣 免稅區 所以陳委員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韓國瑜是頭腦很好 反應很快 他用這個誘敵的意思 他就是希望大家來討論這些 你確定邱營真的覺得 他是中陷阱嗎 我認為討論這個議題 是一個沒營養的議題 沒營養的議題 所以我就是那六個字 打落牙或血吞 世間你建議邱營 要打落牙或血吞 不要再糾纏在這個議題上面 是認為說這個議題 會傷害陳吉派的選情嗎 剛才秀琳你看那個畫面上 韓國瑜回應的這一些話 他說他一天到了 民進黨要道歉 沒有一萬個 也有一千個道歉 我就講我好了 我就是要求他道歉的 我不是為我個人 我當時要求他道歉 就一件事 我就是說韓國瑜 你用那種流氓式的行徑的口吻 辱罵我們民進黨的黨主席蔡英文 還有辱罵新潮流 真夏流 辱罵段依康 說是男人世界裡面的小鳖山 然後他用一大堆取棍球 跟段依康又對賭這一些 結果你應該 你應該我要他道歉的是這一個 雖然我沒有要求他道歉 所以我要求的只是這樣 我要求他道歉是道歉就是 這種事 這種是為公共議題 你一個公眾人物 他當時是北農的總經理 你要不要要求邱雲營 為法務部去踢破人的門 你要不要因為他這樣的行為 要求邱雲營道歉 那個已經 當時我們黨已經有要求過 邱雲營本身並沒有親口說道歉 他對他的行為行進 他講說人家是環納 他都沒有提出他任何額外的 一個所謂道歉之語 所以有雙重的標準 沒有 沒有雙重的標準 大家不要把眼光局限在說 邱雲營的幾句話 邱雲營在國會的表現 我相信柯委員 你跟他共識過 你也曉得 他整個國會議員的表現 表現得很好 那是你的看法 那是你的看法 他都自己變這個 真一性的人物 邱雲營委員你看 你剛剛講這一句的時候 你看你那個表情 就是有一點嫉妒 你看 有一點嫉妒 邱雲營委員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拿這個邱雲的問題去 問王思堅委員 是滿殘忍的 因為王議員也知道 邱雲的這種做法是不好的 請問他講什麼 他只是叫他說 要打落牙齒的獲血 我認為 因為他有權利這麼說 因為他是女性 那他覺得不舒服 他聽了他覺得不舒服 一百個人我跟他握手 一千個人我跟他擁抱 一萬個人我以身相許 陪他睡覺 我就 我都不解讀 他真的這樣講 大家就笑了 怎麼會陪他睡覺 陪他泡茶聊天 不要想歪了 這個能夠幫高雄 創造機會的人 只會是女性 他是要陪他 所以有可能是堅哥 如果堅哥你幫高雄 創造一萬個工作機會 他就陪你泡茶聊天 我要這樣講有沒有錯 所以為什麼會是侮辱女性 我不懂 他是在用他市長的工作 跟魅力去說 拜託大家 我用救的 我整個下去 大家來投資 我這樣講 少廷你是高雄市 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邱穎的意思好像是 這些能提供 為什麼變成老婆 要陪他睡覺我不懂 邱穎認為能夠提供 工作機會的只有男生 反而他其實是女性 有很多女性的成功企業家 也有很多男性的 誰能提供 我再講一次 他的講法 我們盛後榮昨天有放 誰能提供高雄 一萬個工作機會 我以身相許 誰 那個誰一定是男生或女生 所以我怎麼會想說 我越來越發現 你跟韓國瑜的特質 越來越像 沒有 坚哥我是說 他的講法真的沒有講男生女性 你們都是腦筋的腦口 他也很便急 他都會設一些 隱語上的陷阱 沒有 你們就是要記錄像邱穎 這種血氣方剛的 我再補充一句 大家看到川普跟郭台銘 在他去投資美國的 這個場的時候 他特別介紹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 不管是男女的 幫美國帶來工作機會 美國總統就親自 親自跟他開自己的會 就是這種概念 為什麼會莫名其妙而變成 但如果他沒有 後面沒有補那一句 是泡茶聊天 你可以說 你怎麼講到那一邊去 OK 可是他在一秒半之後 就已經講了 這是歇後語 現場婦女會的 那個會長舉辦 我今天還遇到他 他說至少現場的這一些 來參與的婦女會的這些人 他們並沒有覺得不舒服 為什麼要 經過二手傳播 電子媒體傳播 有很多人聽了會不舒服 但是問題是 現在邱映營的這個簡訊內容 是扭曲的 他的簡訊內容變成是 如果誰讓韓國瑜當了市長 你的老婆會去陪他睡覺 這完全是完全牛頭不斷 這是錯誤的傳播 這必須要講 之前你有買過吳寶春的胖嗎 一次 人家請客 好吃嗎 好吃 也沒什麼特別感覺 就是說 那你怎麼看這個事 我就說這就是台灣的悲哀 我們台灣就是 400年來的命運就是這樣 台灣都是被利用 鄭成功來把台灣當成 反清復明的基地 日本人來把台灣當成 東亞帝國的基地 然後兩個蔣總統來 把台灣當成要反攻大陸的基地 台灣都是人家的基地 台灣都是別人的手段 台灣從來不是自己的目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的悲哀 台灣稍微講一下 自己的主權 自己的尊嚴 就要被這樣壓榨 我們從來不否認 我們的文化血源來自中國 中國的定義太大 文化的中國 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血源的中國 政治的中國 我們文化跟中國有相接的地方 可是至少政治上 我們就不是中國 不是嗎 要不然這70年來 我們在台灣奮鬥什麼 不是這樣嗎 你接受現在中共的統治嗎 你接受現在中共他們的生活方式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你接受嗎 大家既然不接受 那談什麼政治的中國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定義太大 我覺得這畫面上最不可取就是 最右手邊這個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這個交往多差 他三年半前 他選舉的時候 他說他是墨綠 騙得了綠色選民 中間選民的支持年輕人 天然獨的年輕人支持他 他上位以後 他擺到一邊 他急著去抱中共的大腿 他講一個中國兩岸一家親 我認為 他要個人的一些政治的看法 這可以 台灣多元的社會民主化 誰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政治主張 可是問題是 中國政策兩岸問題 這是我們中央政府的事情 統一這個視權才對 結果他不是 一人一把號 台北市長你去管中國政策 他自己去 在那邊 也不配合中央的政策 他去講一個中國的時候 我們台灣是要維持現狀 不是這樣嗎 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讓中國看破手腳 他講兩岸一家親 違反了維持現狀 他講這個讓中國看破手腳 讓中國覺得說 台灣就是什麼 各上各的 中共就可以對我們台灣 各個擊破 我打猜一下 不好意思 我打猜一下一下就好 馬英九當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跟大陸習近平 那麼建立了九二共識 民進黨為什麼各唱各的調 就是不支持中央政府所定的 兩岸政策九二共識 那就是 沒有 你剛剛不是在講地方政府 這其實說來話長 幫我簡單的講 其實說來話長 尤其因為你的看法已經完全 在我看四個字 我不好意思講 因為你學問中的淵博 在我看你對中國 直迷不悟 可是我用比較簡單的話語來說明 就九二共識裡面 很糟糕的一點 前提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說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央政府定的政策 不…你冷靜聽我講 當定義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很簡單 明天中國就對國際社會宣布說 我要來收復國土 那台灣怎麼辦 台灣都承認說 我們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嗎 國際社會怎麼聲援台灣 你自己都承認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中國要收復國土 國際社會能講什麼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的生死門 就在這個地方 那講到這個 馬英九變沒有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憲法上面 並不是這樣子 沒有 憲法上面不是 一週日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沒有錯 如果現在就照中共的做法 可能我們經濟一時之間 一時半刻可以暫時好 那是因為中共 是高壓威權的國家 中共很容易可以壓縮 他們13億的人民 擠一點好處給台灣 用這個來說買台灣 但這不是永久的 中共畢竟還有他自己 13億的人民要面對 大家共同 13億的中國人 跟2300萬的台灣人 大家共同都要面對生活的折磨 共同面對競爭 所以那種壓縮式 集好處給台灣這個方式 絕對不是永久 那也不是我們台灣人 應該我們這一代兩代的台灣人 只顧自己利益 大家不要忘了 經濟的好處交流 一時的利益而已 價值才是有 自由民主 獨立的 安全尊嚴的國民 這個是價值 民主自由是價值 你把一個中國的含義 價值高於利益 定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你自己反駁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我沒有說是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一個中國的含義 國主不動的民黨 所以我們可以用口頭的方式 去表達自己的立場 他就沒有給你表達中華民國 他沒有給你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中華民國就是因為你和我沒有林董 如果我們2350萬人 大家都林董中華民國 我們就能跟對方計較 我們可以跟他談判 我們可以開一條路 今天娶總統我也是支持你 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應該坐著要跟中華人民 中華國的領導人 大家坐著要說 中華好奇好長 可以錢可以拿 可以春可以縮 你才會這樣做 不是 你有路不走對不對 要做盤子 大路不走 要走完而已 這種的就是你不一定 要顧台灣的尊嚴 尊嚴 什麼叫尊嚴 顧家的主管 就要說這個做盤子 我剛才說 這就是台灣人的病 你要台灣獨立 聖傑 其實農介子問了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認同中華民國嗎 我個人認為 我們台灣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 那名字叫中華民國 暫時的 你拿我們中華民國 那因為中華民國的憲法 沒有經過修改不行 中華民國的憲法 去抵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國土說 包括那35省 還包括外蒙古 因為目前為止沒有講話 所以在憲法沒有變 憲法是要回憲 憲法沒有變的情人 我們就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叫做好不信民主權 好不好人抵權 所以中華民國現主席就是 台灣偏給金門媽祖的通體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9年生意 但是他將來未知 有過台灣偏給金門媽祖 會主導通體權 我們的說法就是說 我們沒有這麼複雜 我們因為中華民國 也沒有代表 這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 我們因為台灣跟中國 就是共和水人才 一邊一國合上尊重 什麼國你們就跟我說 現在是民進黨在執政 如果你剛才所講的那些事情 是你們堅持要做的 為什麼蔡總統到現在 一步都沒有踏出去 因為蔡總統他政權的承諾 是維持現狀 我以為他不是這個現狀 他就是蔡總統為了維持現狀 他就哪一種的現狀 他就不一樣 被我們獨派的批到體無完膚位 所以蔡總統現在的這個做法 是最大公約數 最符合現在23808 共同的福祉 我今天才是要自己做的 他這麼有主事 所以小雄你還一直比較糟 我才有糟糕 你說這句話有可能 不是 你這幾年來 你對小英總統的批評 你只怕你對他比較客氣而已 這樣 我覺得你對他的批評也很嚴厲 你說他就是為了維持現狀 然後沒有辦法完成 你剛才所講的 民進黨希望要做的事情 民進黨的多數 有一個基本的構想 就是說我們台灣 應該至少 我們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才有辦法捍衛2300億人 自由民主的體制 這很簡單 重點是蔡總統沒有做 蔡總統怎麼沒做 他維持了現狀 現狀我們就是獨立的 不是嗎 蔡總統這兩年半 如果稍微一點放鬆 台灣早就被香港化了 蔡總統這兩年半來 榮獲有沒有做好的部分 可是他最大的貢獻 就是在台灣主權上面 他沒有讓台灣被香港化 馬英九有嗎 馬英九有嗎 馬英九有讓台灣變香港化嗎 馬英九有讓台灣變化嗎 馬英九的FR繼續推下去 台灣就是香港化了 蔡總統這次的專門 蔡總統這次的專門 是新的主權 任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